很多人都在说 如果银行告诉我没有办法再去做贷款 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银行去贷款去置业了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如果银行告诉你不能贷款 你是否还能够继续置业 大家好啊 最近呢有很多小伙伴在说 我问了银行 发现银行告诉我说 我已经不具备贷款能力了 那么我仍然还想要去置业 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那么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东西呢 就是说 当这个银行告诉你 没有能力再去贷款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 其他银行也没有能力帮助你去贷款 因为大家都要知道的 就是每个银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或许你在这家银行没有办法贷款 但是在另外一家银行 因为他们的政策不同 就可以帮助你贷到款 尤其是对一些自雇人士而言 银行的政策是非常不一样的 于是呢 如果你在A银行问到以后 说不能贷款 那么B银行或许你就可以贷下款来 因此呢 你需要了解 有哪些银行会适合你的情况 那怎样去了解呢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去问银行经理 或者呢 去问一些有经验的房产经纪人 他们呢 会给你去推荐 正确的人去了解 那贷款经理呢 他们因为跟不同的银行 会有联系 所以他了解不同的银行 有什么样的政策 通常呢 他们会有30个不同的lender 在他们的panel里面 所以呢 当你去问一个好的贷款经理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像你这种情况 什么样银行的policy 可能会帮助到你 那还有的小伙伴会说 当我去问了这些broker以后 仍然他们告诉我 没有办法去贷款 那么你首先呢 要了解一下 是真的他们没有办法去贷款 还是因为你的这个贷款期限 不足一年 或者是不足两年 因为呢 对很多贷款经理而言呢 他们的佣金是由银行来支付的 如果你的贷款期限时间很短 那么他们是不会被支付的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便缺乏了这个动力 去帮你去申请这个贷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买下这个房子 你准备在半年之内 把它做完装修 然后卖掉 那么你的贷款呢 很有可能不足一年 也就是说贷款经理 他们的佣金 很有可能要重新返还给银行 因此呢 他不愿意去花费这么多的时间 去帮你去做这个贷款 所以呢 当你是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不妨可以跟贷款经理说一下 我愿意去支付你的劳动力 因为你在这方面呢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我知道呢 银行可能不会去支付你的佣金 那么像这种情况 你是否还能帮助我贷下款来 如果贷款经理说 你支付我一部分钱以后 我还是没有办法帮你贷下来的话呢 那说明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做这一个事情 但是你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去做的 就是去问一些其他的lender 因为我们都知道贷款经理呢 通常会access到30多个lender 但是在这个市面上呢 其实是超过了30多个lender 有一些lender呢 他们是不跟broker合作的 那么怎样能找到这些lender呢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把一个网站呢 发给大家 大家呢 可以找到这些lender 可以去联系他们 但是当你去联系这些lender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要把你的个人很多信息都给他们 因为当你给了他们以后 他们就会把你的记录上传到一个系统里面 这个时候呢 当银行看到以后 发现你有很多的inquiry 他会觉得 你这个买家 是不是不是一个很好高质量的买家 所以呢 你需要到处的去咨询 这个时候呢 他会降低了你的credit score 因此呢 当我们去咨询这些lender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驾照 自己的权名 自己的地址 自己的电话 以及自己的邮箱给他们 如果你给了他们以后呢 而且不从他这里去做贷款 你的这个inquiry 已经在系统里了 它已经降低了你的credit score 这样你再去跟别的lender 跟别的银行去贷款的时候呢 会让你的贷款难度加大 所以这一点呢 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呢 在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 一定要去问一个专业人士 因为如果你的credit score低了以后 你再想去贷款的时候 你的难度呢 就会加大 那个时候呢 你在想改 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说到这里以后呢 如果是说 仍然你没有办法贷下款呢 那说明你真的可能 没有办法贷款 但是没有办法贷款 真的就没有办法去置业了吗 那么我想说的是呢 你还有三种方法 可以仍然去做投资 即使呢 你不可以贷下款来 那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去跟一个有贷款能力的人 一起去置业 那这样的话呢 你有这方面的知识 有这方面专业 另外一个人呢 有贷款能力 你们俩一起合作 去做这个贷款 那这样的贷款呢 通常适合时间比较短 因为呢 时间比较短 容易把这个现金呢 尽早的去变现 然后呢 根据你们的股份来分配 如果时间久了以后呢 很容易呢双方会产生矛盾 那第二种呢 就用契约的形式 这种方法呢 也就是说 你告诉卖家 我支付你一定的首付 可以是5% 可以是10% 需要呢 你跟卖家呢 去协商 那你要告诉他 我在未来的两年 或者是三年 甚至是五年 同样这个时间段 也是需要你跟卖家去协商的 你跟他协商的目的呢 就是说 我的首付呢 已经付了 在未来 我们同意这段时间 例如三年 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可以购买你的这套房子 而且呢 三年截止的时候 我一定要买下你这套房子 那这样的话呢 作为卖家而言呢 他知道他的房子呢 最晚三年 肯定会卖掉 而且呢 他拿到了你一部分的首付 在另外一方面呢 你呢 拥有了这个房子的掌控权 虽然你还没有买下这个房子 因此呢 你只是需要付一个 很少的一个首付 去做到这一个契约 那好处就是说呢 如果房产市场在增长的时候呢 例如两年以后 这个房子涨了二十万 你便可以转手给下一个买家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 你没有真正的去拥有 你只是 获得了掌控权 那这个房子呢 是不可以卖给别人的 它在三年之内呢 都是可以卖给你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呢 转让给下一个买家 愿意多支付 二十万的一个买家 因为市场已经往上走起了 所以这样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用很少的一部分资金 不需要去贷款 便可以做到投资 然后呢 还有一种方法呢 去做的呢 就是做一种租赁 你可以呢 去问一下 在市面上有哪些房东 愿意把房子租给你 你可以在里面呢 加一些家具 把它变成短租 当然你一定要经过 房东的同意 那这个时候呢 例如说你的一个长租 像这样的一个房子 我背后的这样一个房子 一个星期呢 你可能租金呢 只有一千块钱 长租的话 但是呢 你如果短租 把四个不同的卧室 分别租出去 那你一个星期 很有可能租金 可以挣到两千澳币 那这个中间的差价 每个星期 一千块钱的差价 就可以进到你的口袋里 虽然你不拥有这个房子 但是呢 你拥有了掌控权 同样呢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呢 去挣到投资带来的回报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告诉大家 即使银行告诉你 没有办法去贷款 你首先呢 要了解三种方法 你是否还能贷款成功 第一种 就是去咨询别的银行 去问一下broker 看看broker 是否能够帮到你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如果说 别的银行帮不到你 broker也帮不到你 那么就要去问一些 其他的lender 没有跟broker 去合作的一些lender 看看他们能否帮到你 切记 不要降低你的credit score 如果真的 还是不能够贷款的话呢 你仍然有三种方法 可以去置业 第一种呢 就是跟别人合作 第二种呢 就是契约形式 第三种呢 就是通过租约 所以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能帮助到大家 大家都知道 目前的市场 非常的火热 如果你能做投资 就可以把控到 这一轮的增长 所以你感觉 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欢迎点击 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拜拜 拜拜